想要入手一台,安全性高,隔音效果好,舒适好开的合资中型SUV 那么以下这四款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 动力强劲,驾驶感受一流 并且现在价位也是比较亲民 优惠力度也比较大,特别是最后一款 在隔音静谧性这一方面堪称同级别一流的存在 就算是宝马X3和奥迪Q5在他面前都是弟弟 对于这样一款车,家运还是比较合适的 第一款别克昂科威PLUS 这个版本相比普通版的昂科威空间要大 整体做工品质也要更好一些 虽然入门几车型售价高到235,900 不过好歹它优惠能够达到5万左右 现在只需要10万多就能够入手 而它的入门几车型匹配的是1.5T加9VT变速箱 马力能够包包着211 虽然数据可以,但是驾驶感受并没有那么强 既然你入手的2.0T版本还是比较划算的 价格也仅仅相差1万左右,售价25万多 现在优惠以后只需19万多,匹配2.0T加9VT变速箱 马力高到237,0百加速8秒左右 而它也设有48V轻回系统的加持,油耗低至8个 并且这款车在隔音方面做的也是很不错 就算是在怠速的情况下,在车内也是听不到任何噪音的 并且车内也是使用了大烟的隔音材料进行加持 所以在隔音精密性这一方面做的相当的好 这款车长度达到了4米845,轴距2米83 不仅让它拥有着霸气实际的外观 同时也拥有着超大的车内空间 车内的乘坐出行也是超越流的水准 只不过内饰方面有点不上档次而已 大家让后排地台凸起的比较高 对空间的利用率没有优化到极致 并且后排座椅角度也是不能调节 坐上去也有点难受 至于在其他方面它做的还不错 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 第二款Katilak X-T5 在豪华重型SUV中 这款车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全系都是R.0T涡轮增压发生机 匹配48V轻混系统 给到你强劲动力的同时 它也是兼顾到了燃油经济性 可以说是两者兼顾 在匹配9AT变速箱 马力高达237 0百加速9秒以内 而它的入门级车型配置也是比较丰富 并且价位从33万2700跌至226万多 优惠能够达到7万左右 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比较给力的 动力方面它与别克昂格威都是一样的 并且在隔音方面是相当的强悍 不仅采用了双层隔音玻璃 车内也是有大量的隔音材料 再配有主动降噪技术 在高速上面行驶 车内也是静谧如初 这一点要比奥迪Q5还要良心 我们都知道奥迪使用的都是单层隔音玻璃 并没有配备隔音棉 更不要提主动降噪技术了 效果方面真的是一个天然一个地下 而在豪华SUV当中 这款车称得上是一款良心车型 不过这款车也是有缺点的 那就是偶尔会出现异响 再加上换挡一点延迟 特别是低速行驶的时候 换挡频率性比较差 对此你会入手这款车吗 第三款本田贯道 很多人都说本田的噪音比较大 这款车和本田其他车型不一样 它在隔音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全部都是采用了双层夹胶玻璃 不仅隔音还隔热 舒适性也比较高 并且还配备了1.5T和2.0T 两款发动机供消费者选择 如果你真的考虑这款车 那么建议你入手它的2.0T版本 1.5的版本动力比较弱 2.0T的版本售价高到279800 一混完以后只需24万左右 但匹配9AT变得香 马力272 动力方面依然还是很强悍的 零百加速7秒左右 要知道这款车重达2吨左右 推动这款车也是游刃有余 油害也是能够低至9个 无论是在外观行人类似方面 都不缺乏豪华感 只不过起步的时候稍微弱一些 在家车身缝隙比较大 这是很多消费者吐槽较多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做工不精细 配置比较低 上360只有高配车型才有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四款林肯航矮家 这款车在隔音方面 真正称得上是老大的存在呀 全车采用了五层隔音玻璃 并且还配备了325个升血包 再加大面级的隔音棉 哪怕是车门之间的缝隙 也使用了三层密封条 隔音效果相当的棒啊 并且动力方面 是由2.0T和2.7TV6发动机 供消费者选择 比辈的都是8AT变子箱 马力245和322 家用来说的话 一般都会考虑它的2.0T版本 马力245也是足够了 并且价位只需要31万多 各方面的表现都不错 也是能够超越通级别很多车型 而它的缺点就是 安全带会发出异响 底盘方面会出现异响 油耗较高 至于在别的方面 它还是可圈可点的 对此你会入手吗 以上四款中型SUV 虽然品牌影响力不如BVA 但是在价位方面 确实是很良心的 并且动力 性能 空间等方面 也是能够掉打通级别的存在 入手这样一款车 确实是很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超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